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成是我们大云文创的总经理 从零 从吴道友 也是多亏了瑜伽 但是今天他到节目来分享的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 人到中年 在事业转折之处 你选择要有一个不一样的重新再出发的方式 你去做了一次的 我觉得这个壮游真的是要好好讲一下 因为很多人想做而不敢做 有太多太多的未知的因素 所以请你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壮游 你的壮游到底什么内容 其实在四月底的时候 我到西班牙走了一趟朝圣之路 那大家其实 朝圣之路 去麦加吗 不是麦加 麦加是三大朝圣之路的其中一条 然后罗马是第二条 那这条西班牙是第三条 这条是第三条 所以跟宗教的性灵上的 我不要讲性灵 因为还是性灵的 但是就是不是那么说是所谓的圣地 宗教圣地去朝圣 他其实他的一个终点 其实是一个圣地 他是一个圣城 可是到最后呢 这条路走到最后就是 所有的人他都会去走 刚开始的确是为了宗教的一个原因 我大概可以先讲一下这个缘起 因为 因为西班牙是朝圣之路 事实上他是在Santiago de Compostela那边 盖了一座圣城 就是圣地雅各的大教堂在那边 那里面他祭祀的 应该算是奉拜的 奉拜的就是圣雅各 圣雅各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 他曾经去西班牙就是传过教 结果回到以色列 就是耶路撒冷的时候被当时的西律王给杀死了 杀死了 那圣雅各的门徒呢 就把他的遗体就偷偷的给运了出去 那接下来他的遗体就大家找不到了 有一天呢就在西班牙的就是靠近大西洋那边 发现了他的遗体 当在发现他的遗体之后呢 就很多的神迹传说就出现了 你想想看那时候中世纪 中世纪那时候像这种天主教的一些神迹 会被当地的人民 我懂哦 历史再拉回来 就是说当时是 你说他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 十二门徒之一 那不是中世纪的事情 那是更早的事情 那只是说后来他的遗体被辗转 对在中世纪的时候 大概十一世纪的时候被发现 然后在那边盖了那个东西 那他被发现了以后呢 所以当时的西班牙国王亲自去朝圣 并且在那边就盖了那一座大教堂 大教堂 大教堂 然后接下来呢 就陆陆续续 欧洲的民众就开始去那边朝圣 那除了去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之外 也去那边 去那边 所以呢 慢慢的走 就走出了所谓的朝圣之路 哦 对对对 那这个朝圣之路 事实上在西班牙它那是一个终点 其实它四面八方 都有路同的寄居 那这次我走的是法国之路 法国之路呢 是从那个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 它叫做Centron Pierdeport 从这个小镇开始翻越碧里牛十山 翻越碧里牛十山到了西班牙之后呢 然后整个跨越 我们这里一定会补上我们的地图 OK 会有地图 会有地图还有照片 对对对对 那它这个它翻越了碧里牛十山以后 就直接就进到了西班牙的境内 西班牙的北部境内 然后开始一路的往西走 走向那个 其实离北大西洋那边已经算是蛮近了 那这一条路呢 total大概有将近八百公里 八百公里走多久啊 我规划的时候那时候这八百公里我的规划就是从 St. John到那个St. John到那个St. Diego那边 我是规划三十二天 三十二天那后面我还有其他的行程到比如说到穆斯雅然后到Fistera就是他们讲的世界的尽头 所以总共我走了三十六天 对 那就是慢慢的徒步吧 就是每天都是用走的 无法想象耶 那你走三十六天都是一个人走 一个人走 因为你经常做一个记者曾经是记者一辈子的记者 就是包括出去玩也都是记者一定要记录一下 你每天发生的什么事情 所以我看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因为你出去的时候我们其实帮替他有点担心 因为看他有点若不禁风文直彬彬的样子 虽然受过记者训练 但毕竟这个角力啊我们有一点担心嘛 对不对 而且是一个人 一个人走 所以觉得哇 这个有没有 其实当初我先讲一下我为什么要去走这条路 我大概是 艾琳姐刚刚一开始讲说 人到中年以后 看起来不像 可是真的是 拆你的台课 工作好好的干嘛 要把工作辞掉去走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因缘 你没有去想到的 就是我就是看了一部德国的一个电影 叫做I'm off then 台湾是翻作 台湾是翻作我出去一下 是一部德国电影 它是一个记录性的一个电影 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商业的一些性质在里面 那这一条路 它就完全是记录就是那个主人翁去走这条路 那我是在当下看了以后 我觉得哇 这条路太吸引人了 那生了一个种子在我心里面 想要去走走看 去走走看 可是那时候还在工作 我也没那么长的假嘛 对不对 你说要走三十几天 三十二千你前后要准备一下 那就是等着老板 艾琳姐开除我 然后去走这条路 所以你就那个种子定下来 它在我心里面种下去了 很久 然后慢慢的 我后来又看了另外一部 美国的电影也是在描述这朝圣之路 那是完全的商业电影 就是那个The Way 你也看过 对对对对 这两个老男生吗 没有一个 他去为了完成他儿子的心愿 然后去走那条路 他儿子死在那条路上面 然后他也改变了 那是另外一部 所以在看完The Way之后 我就觉得太向往了 那我说人生里面 你说我们也都五十多岁了 你要等到退休以后再去走 你大概没那个腿 脚力没有了 对体力也没有了 那人生里面我觉得 有一些事情你想到了 你如果现在不做 你就做不了 然后你如果再拖延一下的话 就永远都不会做了 所以我这次就是毅然决然的 然后就跟我的前老板 就讲了一声 我有一个心愿我想要去做 我说我现在不做的话 我将来可能就没有机会做 所以就在那个当下 我离开了大云 然后开始去规划后面的路 因为其实平时的时候 像那个种子在发芽的时候 我利用周末的时间 大概都读了一些资料 那大概对这条路 大概约莫的有一些了解 当然还要有一个非常重要准备 就是时机要去练练 我记得你有在台湾练过 然后我就是辞职之后 我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大概只利用了大概十天的时间 就是北部的这些山岳 我大概就是去走了一下 可是我要跟各位听众 还有各位观众讲的就是 真的实际上面去走那条路 跟你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 对我们都说真的是 等到实际去操作的时候 很多那种蓝图上看的东西 完全是不一样了 还要考虑到那个天后 还要考虑到心情 还有身体的状况 还有跟你一起路上 萍水相逢的这些人 都有太多不可预知的因素了 对所以这一次的朝圣之旅 对于一家来说 是一个非常身心灵的一个喜地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我们私底下其实很想请问他 但是不如来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相信跟郁佳一样 就是人到中年 有一些事情想要做 但来不及做的 我觉得都应该把握时间 也不要等到中年了 其实人生当中随时都可以转折 暂停 然后好好的思考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继续聊